吳斌老師其實我都很尊重 我第二次同行大會都請他來做我們泳沖海的嘉賓 但我不明白為何吳斌老師突然這樣跳出來 說要找北京武術隊打 但我們一致認為我們尊重其他文化 就不應該將一些不關事的人牽涉在內 我們想看有沒有一個正式的挑戰 順利給吳敬呢 其實出了 他去香港有經理人的 其實信給了他們 亦都給了各大傳媒 他這次的答覆就很奇怪 初步聽回來 吳斌今次說話就很有趣 第一 初初以前他又說要打 他老師又說我們想北京打 又這樣那樣 但這次的答覆很簡單 吳斌老師教他練武就強體健身 和推廣武術拍戲 不回應打了不打了 其實就是不打了 但我覺得很有趣 上次他就說了成下實詞 又叫我們北京打 突然間為什麼又不打呢 我覺得打其實不打不重要 其實我們這件事就是 你是侮辱了別人的宗師 當時他曾經說過 無心事實不是很專用 既然是這樣 其實想打這件事很容易 當日你就不道歉就算了 其實我覺得武林同道 是需要一個尊嚴的 互相尊重 就是打不成了 因為他不肯打你 就沒辦法了 但他這次反而完全縮了 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我們都會說 你不打 你得罪了別人的宗師 你把口說了無心事實 你是不是需要交代 你是不是需要說一些道歉 或者一些聲明 如果你說誤會 怎麼講聲明就誤會 其實可能是不會 不過我覺得 未必是不經師傅本身的處理不當 其實我覺得他的經理人公司 的處理手法 是不是Paco的經理人公司 其實是黃發高 可能黃發高先生 一向都是聰明的 我見到他都杯葛了新城電台 在傳媒界他都算是威慣的 可能也不知道武林界的事情 就不是那麼簡單 今天到門明親總會 就出封信來香港 聲援香港同門 佛山已經在記者傳媒 聲援香港同門 而我也收到海外六個國家的同門 就說派人來打 佛山不只是葉敏系的詠春 你知道詠春有很多系的 有阮旗山、姚彩 個個派是詠春同仁都支持我 他們都會陸續出信來聲援 甚至澎南詠春 就派過一個全國屍首冠軍的徒弟出來打 英國還有一個自由攻擊冠軍 是我們這些詠春門人想打 俄羅斯、英國、美國、南非、德國和法國都說聲援我們 所以這次多了一件事 我們現在和我們有個構思 就是組織了世界詠春聯會 聯合所有不同派系的詠春 就組織了一個聯會 就算這次打不成 吳京 我們都要多謝他 是 為什麼呢 詠春從未試過這麼大的前結 現在我們在今年年底 就會組織了一個世界詠春聯會 這條片我們會傳到大陸所有網站那裡 看看已經怎樣了 但anyway 他現在這樣說 打不成 但是其實吳京的拳腳主要是什麼路數呢 出外比賽有兩種 一種叫散打比賽 散打比賽就是上台獄國 一種叫套路比賽 吳京的出身 不基本上是新派套路比賽 就是你打了一個標準套路 姿勢正確就有分 靚姿勢又加分 其實是否有實戰呢 我就不敢說 或者私人有打架 我不知道 但是在他所訓練 是以比賽形式比較多 但是他可能自己有實戰過 我們不敢說 我也沒有說新派套路不行 為什麼呢 我有四個徒弟 香港的代表兼日世界冠軍 例如周定宇、杜宇學 他們是04年跟我的 他們已經拿了世界冠軍之後跟我的 他們世界冠軍之後 就沒有自滿到自己的武功 就這樣向我敗師深吵 跟著我現在練省打、練實戰、練明春 練了五年 所以這次我派一派我徒弟杜宇學出來打的 但是吳京據我所知 他自從94年之後 就沒有什麼收集其他的門派 他只是學國家標準套路 所以是不是真的打呢 他經常講全國冠軍 我覺得不要挑戰 人家的功夫好沒有 但是他的訓練是以比賽為目的 和我的徒弟原本都是 但是我的徒弟真真正的拿過世界冠軍 吳京據我所知 任他所說都是全國冠軍 但是大家的訓練都是一樣 比賽姿勢美妙 但是他是器械多拳腳 其實不是 每個訓練員都有刀槍劍軍 吳京就說槍術拿冠軍 當然我們知道是得第四 對練的意思就是爭雲對打 對打 兩個拿槍都一個拿槍 這樣對打 這些都是比賽套路 每個運動員都學齊的 基本上 藍拳、長拳都學齊的 吳京都懂得長拳 你看他黑拳那裏 他都是打一些藍拳、長拳的姿勢出來的 所以其實就不是去上槍那一隻 但是不等於說不能打 因為他還是有點攻防意識 不過如果以我的徒弟 我四個都是世界冠軍囚體 趙平衡我們找杜陽和他打 不會低過他 很希望能夠看到他 上台的英資就好過只看銀幕 但是如果說你們的方法 公開打 很容易受傷 因為不戴拳套和護具 很危險的一回事 其實當日 你都看過吳恭儀陳克夫 都沒有戴護具 其實我覺得 如果是一個高手 就不會打到直接說不低 因為每個上台的 你看上台的選手 大家打很多誰都好 其實他都沒有說不低 除非是強弱懸殊 就是他訓練不足才出現 因為一個高手 就應該懂得怎樣保護自己 還有行家一出手 便知道會有 其實一搭手 已經知道自己輸還是贏 如果對方 我都跟我的徒弟說 如果一搭手知道他輸 不放棄權 就算我徒弟輸 有人問他 那些徒弟打輸怎麼辦 我輸不等於 慶春化的功夫差 輸只會我教得他不好 他學迷不精華 我教得不好 好像那時拍《罪權》 二時已經 扭過吳京彼捕 其實搞這件舊事 就是這樣的 我也不怕說 其實《罪權》 最罵鬥 最罵鬥 最罵鬥就是我師父劉家良 我學了兩人 另一個《罵權》 師父劉家良 就做導演 兼了權的主角 他就做主角 當時我一下機 有個工作人員 由杭州機場去到華店 差不多兩小時 說吳京的態度 比較囂張一點 是有的 是有的